舒一威家濒临破产 那天我给了她两个选项 要么和她的白月光分手嫁给我 我出手挽救舒家 要么和她的白月光在一起 我俩从此末路舒家的一切与我无关 我还记得那天舒一威在我面前哭了很久 求我拯救她家 求我成全她和宋轩的爱情 我没松口 只是说给她一天时间考虑 第二天舒一威直接穿了婚纱来见我 看到我的时候露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 眼里全是不甘 她说拙然如你所愿我嫁你 为了帮舒家渡过难关 我投入了很多财力物理 用尽人脉四处奔走 每天到家都满身疲惫 可舒一威只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没有心疼过我哪怕一点 舒一威说她是付了心上人嫁给我的 这一切都是我欠她是我活该 婚后她对我挺不好 不要说嘘寒问暖 甚至连笑脸多吝啬 我知道舒一威一直怨恨我趁人之威 可我爱她总觉得只要对她好 时间久了她就会感受到我的真心 我愿意等等我的小青梅放下成见 心甘情愿爱上我没想到 这一等就是七年 七年间十一世一输家得失 乘风而上 我却因为接连几次决策失误 事业举步维艰陷入了困境 公司险些落入他人之手这天 舒一威出资买下了我的公司 成了最大的股东 得到消息时我心中欣喜 觉得终于捂热了我的小青梅 我冲进公司舒一威就 坐在我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 隔着宽大树桌静静看着我 我绕过去抱紧她 忍不住激动到一威 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拿回公司 你其实也是爱我的对不对 舒一威一把推开我冷淡到灼然 你记住从现在起 我是你债主了一切我说了算 这话如惊雷扎在我耳边 我好似被破了一盆冰水 瞬间从头凉到脚 我怅然一笑问她 所以你要和我离婚吗 说出离婚时 我心口一痛生怕舒一威真的回应 随即又有些自嘲 都这样了我竟然还是不愿意放手 舒一威对此避而不达 只是将一个人引到我面前 这是程紫阳我找的职业经理人 你和他交接一下 公司的事以后不用你管了 我打量了眼成紫阳 越看越眼熟 越看越心凉 我忍不住问舒一威 你就这么恨我吗 你经营不好公司 我就找个人替你经营 你当甩手掌柜 万事不愁 还有什么不满意 舒一威不耐烦地回我 你夺走我公司行迹不如人 我认了 但有必要找个和宋轩这么想 等人来接管公司恶心我 紫阳名校毕业 经验丰富能力突出 你却只能看见别人一张脸 卓然你果真是心胸狭隘 难成大事 我心底一片苦涩 嘴上忍不住嘲讽紫阳 喊得真顺口啊 叫我的时候联名待姓 叫个外人 反倒这么亲热气氛 瞬间变得紧张 就在我和舒一威 要吵起来的时候 称紫阳跳了出来 卓先生有点绅士风度吧 大男人别太小心眼 舒小姐找我来 也是为你着想 怕你太累了 你不但不感激她 反倒指责她 是不是有点没良心了 我听得心头活起吼她 我们夫妻说话 有你什么事 闭嘴 你才闭嘴舒一威 我已经订好包厢了 说完不再理我 带着程紫阳转身出门 程紫阳拉住舒一威 指了只我挺装地问 不喊卓先生一起骂 我还没回答 就听见舒一威说 不用管她 她不会去 我冷冷打断她 我去 话音刚落 舒一威就眉头紧皱 看着我 你就不能一个人吃 非要和我们一起 我气急返校 忍不住质问她 舒一威 我现在连吃饭 都不配和你一起了 还是你心中有鬼 怕我发现 舒一威嘴角一撇 就想呵斥我 被程紫阳拦住了 她似笑非笑 看了我一眼 劝舒一威 到舒小姐 多一双筷子的事 卓先生想来 就让她来吧 舒一威看看 她又看看我 丢下一句去了 别后悔后 便不再多说 和程紫阳 一前一后进了电梯 到了包厢 我终于明白 舒一威为什么说 我会后悔 我确实有些后悔 我原本以为 她是和程紫阳两人吃饭 心里打定主意 不让他们独处 却没想到 包厢门一开 里面全是熟面孔 我粗略一扫 认出好几个 之前关系不错的 生意伙伴 见到我时 他们的笑容 顿时尴尬了几分 目光在我和程紫阳之间 来回扫试 包间的桌子 是大圆桌 只剩了两个 挨在一起的位置 舒一威见状 赶紧招呼程紫阳入座 把她安排在自己身边 我刚有退役 服务员却已经搬来了凳子 紧挨着舒一威 旁边放下 舒一威欲言又止 看了服务员几眼 似乎不满对方 把凳子夹在她旁边 但见我已经落座 当着那么多人 她也不好再说什么 她不再管我转头 将程紫阳向众人介绍 舒一威对程紫阳 似乎很了解 学历背景 从业经历张口就来 宾客也十分配合 纷纷表示 期待以后的合作 推杯换盏 好不热闹 我冷眼看着这一切 一杯接一杯 喝着闷酒 从前是我带着舒一威 把这些人介绍给她 现在变成了舒一威 带着程紫阳一路介绍寒暄 看她这一副 悉心栽培的模样 哪里像是找了个 成熟的职业经理 分明像是找了个 小情人呵护着 慢慢养成 两人一唱一鹤地 和宾客周旋应酬 趁那一旁的我 多余地像个笑话 有好事者举着酒杯 来找我聊天 话里话外都是挖过讽刺 我着实不耐烦应付 却也不好在这时发作 于是干脆选择充耳不闻 准备吃点东西 填饱了肚子就走 以后再找舒一威 好好谈谈 拿起筷子 却发现舒一威 点了一桌子的海鲜 我叹口气 又将筷子放了回去 正打算让服务员上 碗面对付吃了 耳边响起一声低吱 都说让你别来自己去吃 你非要跟来 现在又摔筷子 甩脸色给谁看 我看向舒一威 她正皱眉看着我 秀美的脸上全是不耐烦 舒一威我轻声说 你难道不知道 我对海鲜过 我话没说完 程紫阳那边撕了一声 立刻吸引了舒一威的注意 怎么了 程紫阳 舒一威挺紧张 程紫阳把碗地给她 没事 刚刚给你咬汤的时候 烫了一下 舒一威拉过她的手 反复检查 确认没事后 这才放下心来 她一边喝着 程紫阳咬的汤 一边转头问我 你刚刚说什么 没什么 我按下失望站起来 你们吃我出去抽个烟 还没走出包厢 就听见程紫阳 向舒一威道歉 爱都怪我卓先生 肯定是觉得尴尬了 是我考虑不周 刚刚不应该邀请她来的 她一副愧疚自责的样子 舒一威顿时连饭都不吃了 安慰到不用管她 她脸皮厚 生意场上摸爬滚打那么多年 这点事情算什么 我脚步一顿 生生忍住了回身对人的冲动 快步推开门走了出去 舒一威不在乎我 可我还在乎她 这是她组的局 我不想吵起来 让她在人前难看 走出酒店 正午的阳光照在身上 我却感觉不到暖 手脚一片冰凉 头一次认真思考起 当初逼舒一威结婚 是不是真的错了 不提青梅竹马那些时光 我和舒一威光是结婚 都已经七年了 七年的朝夕相对 都没能让舒一威爱上我 也许我真的应该选择放手 可如同舒一威放不下 她那初恋一样 我也同样放不下舒一威 一想到要和她分开 我就难受得厉害 根本下不了离婚的决心 心事重重地抽完半包烟 空荡荡的胃 开始隐隐作痛 我将烟头碾灭 打算随便找个小饭馆 对付一顿 却发现手机落在了包厢里 无奈只能返回去拿 没想到刚走到包厢门口 眼前的一幕 就让我如遭雷击 饭局到尾声 宾客散尽 只于一桌残羹冷制 舒一威明显喝醉了 雪白的翘脸上 浮起红韵 正靠在程紫阳的肩膀上 她搂着程紫阳的脖子 眼神迷蒙地喊宋轩 你知不知道 我多想你这些年 我从来没有忘记你 我不想分手的 可当时我别无选择 她越说越难过 竟然呜呜哭了起来 梨花带雨的模样 可真是我见犹怜 程紫阳显然也十分受用 她勾住舒一威的腰 手上用力 干脆直接把人抱上了大腿 她俯着舒一威的背 暧昧到 舒小姐 虽然我不是你口中那人 但我不介意为你排游解难 你要真难受 就把我当成她吧 你想要我怎么样都可以 别把难过 憋在心里说出来就好了 话音刚落 舒一威像是清醒了一点 和程紫阳拉开了一段距离 眉头紧皱地打量她 就在我以为她会给这个趁机站 她便宜地冒牌货 一巴掌的时候 下一秒 她却又依偎进了程紫阳怀里 程紫阳受宠若惊 舒小姐你 舒一威打断她叫我阿威阿威 舒一威哽咽着回应宋轩 抱紧我 程紫阳从善如流 立刻紧紧搂住了舒一威的先腰 像个变态一样 把头埋进她颈窝 深深吸了一口气 阿威你好香啊 舒一威破涕微笑好闻吗 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的那款香水 这么多年我都没换过牌子 这话听得我脑中嗡嗡作响 不由地倒退了几步 怪不得舒一威从来不用我送她的大牌香水 而是费井周折 都要去买这样一个国外小众的牌子 以前我以为她是不想和别人撞香 现在终于明白 人家是搁着怀念她初恋的味道呢 一想起我曾经未讨她欢心 还特意带病出国去买这款香水送给她 我真恨不得山那时的自己一巴掌 心绪翻涌间 舒一威的声音又响起来 她紧紧抓着程紫阳的衣袖哀求道送轩 别离开我 我现在有钱有地位了 不会再被人逼着做不喜欢的事情 让我们把青春的遗憾补上好吗 程紫阳一夫乐在其中的样子 配合到宝贝放心 我就在这里哪都不去 舒一威像是终于满意了 锁在程紫阳怀里目不转睛 看着她眼神都快拉丝了 我站在门外愤怒排山倒海而来 双手不由自主紧握成全几秒后 又颓然放开了 算了强留一个心 不属于自己的人没意思 舒一威宁愿找个心思不纯的替身 都不愿看看我这个真心爱她的人 我又何必一直强扭着她这挂 四几次我手上用力推门而入 静止走到座位旁翻着起手机 两人神色各异地看着我 我里都没理 舒小姐喝醉认错人了 我只是在安慰她 卓先生你可千万别误会 程紫阳嘴上向我解释着 搂着舒一威的手是一点没松 我平静地回应没事我不介意 我说完不止程紫阳 连舒一威都愣住了 她狐疑地看了我几眼酒 似乎醒了一些 推开成紫阳站起来 却因为醉酒动作不稳 失去了平衡 放以前我早就伸手去接了 哪舍得她磕碰到一点 而今天我只是冷漠地 看着人摔在面前 舒一威这一摔人 彻底醒了她不可知性抬头看我 眼里带上了委屈 坐在地上问我 卓然你怎么回事都不服我一下 我没说话只是静静看着她 或许是我的态度过于反常 舒一威眼神犹疑 少见的心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喝多了 思维有些混乱 你你得理解我 你也知道当年 笨我理解我打断她的话 她长得像你那初恋马 舒一威欲言又止 我心平气和道 你对那段感情 有遗憾人之常情 我懂的 你看我这不也没怪你 我还是挺大度的吧 舒一威古怪地看着我卓然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回这句 拿上落下的手机 对着两人点点头 我就不打扰了二威继续吧 刚准备走手却被拉住了 舒一威脸色挺难看 眉头紧拧 都给你解释了 我只是喝多了 思维混乱 你做出这副死样子 给谁看啊 再说了当年的事 本来就是你不对 还不允许人宣泄下情感了 舒一威像是终于 找回了她的灵牙历史 对着我一顿输出 我知道自己结婚了 我有分寸 我刚刚真的就是喝醉了 我要真想和紫阳 有点什么 能在这种大庭广众的地方吗 反倒是你 你总是这么小心眼 明明当年 对不起我的人是你 你有什么资格委屈 舒一威一翻起旧账 就停不下来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把你当哥哥对待 你却趁人之威 逼我分手嫁给你 别说我没出轨了 就算我真出轨了 也是你有错在先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逼你分手 宋轩那伪君子 我本不想提 当年舒一威那初恋 背着他做的龌龊事 此刻却实在有些忍不住 话还没说完 就被舒一威粗暴地打断 行了 我不想听你嘴里 能有什么宋轩的好话 他什么人我比你清楚 我累了 不想和你吵 送我回去吧 我一动不动 本就千疮百孔 但心脏又被舒一威捅了一刀 疼得我手都在动 卓然 舒一威上前一步打量着我 我让你送我回去 你没听见吗 我都不和你计较了 你个大男人 还在矫情什么 见我依旧没反应 程紫阳在一旁阴情道 舒小姐 要不我送你吧 卓先生看起来 似乎不太舒服 说完挑衅般看了我一眼 我艰难地扯了扯嘴角 对舒一威轻声道 你看这不是有人送你 何必非扭着我 舒小姐走吧 程紫阳为舒一威披上外套 一副是在必得的样子 舒一威不耐烦 挥开她不用了 程紫阳动作顿时将住 一脸受伤的模样 下一秒 舒一威立刻软下了声音 她安抚般拍了拍成紫阳胳膊 抱歉紫阳 我不是故意凶你的 你先走吧 我喝啄 她看了我一眼 不知怎么改了口 我和我老公还有点是商量 我忍不住差一转头 舒一威一直觉得 会叫着老公求饶 一般当着外人面 很少会这么称呼我 以往听她在人前 主动叫一次老公 我能几天都乐开话 现在想想 我还真是爱得够卑微的 舒一威此刻的这声老公 我听得无波无澜 心中一片麻木 反倒是程紫阳 莫名其妙破防了 她脸色难看的 和舒一威到了个别 没等舒一威回应 就匆匆离开 舒一威下意识追了几步 没追上 当着我的面发了条语音 路上小心紫阳 道了给我说一声 我看着舒一威 不自觉流露出的担心 一种极度厌倦的感觉 涌了上来 真够了 就到此为止吧 不管是宋轩 还是长得像宋轩的程紫阳 反正哪一个 都比我在舒一威 心里有分量 所以这些年 我掏心掏肺是图什么呢 图她不知感恩 图她初恋难忘吗 这段抢求来的感情 我要不起 也不要了 我心灰意冷开口道 舒一威 要不我们就这么 算了吧三个字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舒一威一句话 把我打得个措手不及 我怀孕了 舒一威说 我愣愣看着她 散火的话卡在喉咙里 你这是什么表情 舒一威不满皱眉 你要当爸爸了 怎么一点都不高兴 我默不作声站在原地 一时不知做何反应 两久 我才黯然出声 你不也没多高兴 舒一威一下不说话了 我太了解舒一威了 我能看出来 她对于自己怀孕这时 并没有多少喜悦 也是 怀了自己不爱的人的孩子 自然不会觉得开心 我苦思的想着 和舒一威相对无言 沉默地站了一会儿 我忍着不舍和心痛开口 既然我们都不欢迎这个孩子 要不还是 若然 舒一威突然打断我 下周六我订了 海滨酒店的度假别墅 我们一起度个假吧 我莫名其妙看她一眼 不知道怎么话题 忽然跳到了度假上去 见我一脸茫然 舒一威抿了名嘴 你不记得下周六 是什么日子了吗 什么日子 我反问她 舒一威没说话 忽然扭头就走 像是生气了 走了几步 见我没追上去 她又缓缓停下来看着我 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你竟然不记得了 说吧不等我回应 又道 我把地址发你 我们到时候好好聊聊吧 舒一威说完就进了电梯 没给我留下拒绝的空间 思前想后 我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 于是结婚纪念日这天 尽管天气预报有强对流天气 我还是服约了 为了躲避雷暴 我提前了一个小时出门 希望能早点到达目的地 可人算不如天算 暴雨还是在半路上 突如其来的降临了 雨是最大的时候 舒一威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看着那串熟悉的号码 心里已经有所预感 果不其然 电话接起的那一刻 舒一威说 若然 今天的度假取消了 我临时有点是 她失约的次数太多 我心中竟然已经一点波澜也没有了 听到她这样说 我不仅不难过 反而心头一阵轻松 你应该 还没有出门吧 舒一威问我 她的语气少见的带上了几分小心翼翼 好像在怕我生气 还挺难得 舒一威竟然会在乎我的情绪 我望着车窗上如瀑布般冲刷着的雨帘 声音平静地嗡了一声 没打算告诉舒一威 我其实已经在路上了 毕竟就算告诉了她 她也只会埋怨我傻 而不是担心我雨天行路不安全 舒一威没有察觉到我的谎言 常常舒了一口气 那就好 今天天气那么差 本来也不适合出门 再说结婚纪念日也不是非得要今天过 改天也行 你说是吧 你说的对我赞同的回应 丝毫没提着约会原本是她先提出的 行吧 我还有事 就不和你说了舒一威应该是真挺忙 我话还没说完 她已经急不可耐地挂断了电话 我听着盲音有些走神 就在这时 车身忽然巨震 几辆车因为暴雨连环撞在了一起 我打着方向盘猛踩刹车 头重重砸在了方向盘上 脑中光的一声 鲜血瞬间流了下来 救护车到来的时候 我的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了 医疗人员问我要家属电话 我下意识爆出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 反应过来不合适的时候 对方已经给舒一威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可接电话的 却并不是舒一威 你好 请问是竹然家属吗 她出车祸了 麻烦你尽快赶到医院办手续 救护人员话音刚落 我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稍等一下 尽管此刻思维迟缓 我还是听出来 是程紫阳的声音 原来舒一威今天是和她在一起 我说不上愤怒 甚至有种并不意外的感觉 她向远处喊了一声 阿威 你的电话这个称呼 让我像被突然刺了一下 这才几天 就从舒小姐变成了阿威 说没有舒一威的默许 我是不信的 曾经我也喜欢这样喊舒一威 却只换来她的嫌弃 说这是宋轩对她的专属称呼 我不配这么喊 我失神地望着救护车的车顶 听见舒一威的声音 隔着话筒模模糊糊传来 谁啊 不是什么重要的电话 你就帮我应付了吧 我给你对冲进呢 没空 是医院打的 说卓先生出车祸了 让你去一趟电话那头 静了两秒 就在我猜测是不是舒一威 也会为我担心的时候 我听见她轻描淡写道 挂了把医务人员 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没想到我老婆 怎么会如此冷漠 接着舒一威的声音又响起来 我半个小时前 才和卓然通过电话 她门都没出 怎么可能出什么车祸 这明显是诈骗电话 也是 估计卓先生也不会傻到 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出门 呈紫阳附和着 似乎把手机递了出去 阿威 你要不还是接着确认一下 万一真是卓先生 你不去他应该挺伤心的 毕竟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真没事 你不用顾虑我 说完 承紫阳猛地咳嗽了两声 不用 直接挂了 舒一威催促着 声音明显带上了焦急 快点过来 紫阳 赶紧把药喝了 不然稍退不下去 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 阿威 谢谢你 你真的特别好 我都有点嫉妒卓先生了 能娶到你这么温柔体贴的妻子 承紫阳感叹着 然后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医护人员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看我 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家属的联系方式 我来不及回答 彻底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 眼睛还没睁开 就感觉到有人正拿着毛巾在给我擦脸 动作轻柔细致 我恍惚中以为是舒一威 证据诧异 睁眼后却发现是个不认识的女人 你醒了 她放下毛巾站起来 帮我按了呼叫铃招呼一声过来 我盯着她雪白秀奇却陌生的脸蛋 有些莫名其妙 她起身退开一点 我这才注意到她一只手还打着绷带 见我看她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躲开我的视线 单手将毛巾放在一旁 解释道 看你脸上都是血字 就帮你擦了一下 你是不认识我了吗 她鸣嘴笑了一下 高一三班的卓然同学 她这样一称呼 我一下想了起来 原来是高中曾在我们班 短暂待过一阵子的转校生 月月 是我 她轻轻点头 咱们这下算是病友了 那时有些尴尬 该说不说 我年少时收到的第一封情书 就是月月给的 只是那时候 我满脑子都是我那小青梅 想都没想就给人拒绝了 你 结婚了呀 月月的目光落在我左手无名指的婚戒上 声音有些低落 嗯 那你老婆怎么没来照顾你啊 月月随口一说 这样一个人之常情的问题 却正好戳在了我的痛处上 沉默半晌 我才苦笑着回答 因为她在忙着照顾别的男人 抱歉月月愣了一下 赶紧转移了话题 又聊了两句 医生推门进来 看到月月后便开口感人 你这小姑娘 骨折了怎么还到处窜门 赶紧回自己病房去 月月站起来让出位置 却并没有立刻离开 医生一通检查 又叮嘱了我一些注意事项 临走前仍然让我联系家属 说我这情况得住院几天 身边最好有个人 说完便再次看向月月 这又没到 你怎么还没走 就算伤得轻也是病号 也要注意休息 月月这才磨磨蹭蹭地往外走 一边走一边回头对我说 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给我说 同学一场相互照应一下应该的 不要客气啊 我心头涌上暖意 轻轻应了一声 一日 我刚醒来不久就听见门外有动静 我以为是月月 便出声招呼 进来班月月 门没锁门一开 进来的人却是舒一威 怎么是你 我有些意外 舒一威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脸色挺不好 冲着我质问道 你刚刚在叫谁 你以为是谁来了 舒一威手上提着东西 有些别扭地站在门口 要是放以前 舒一威肯来看我一眼 我就算再有气 再看到她的时候 都不会再计较了 可如今我只觉得厌倦 没叫谁 我没正面回答 只是问她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你出车祸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骗我 你没出门 舒一威语气很冲地丢了三个问句 丝毫没有因为我是个病号 而变得温柔 和她面对程紫阳 完全是两幅面孔 我没有和她针锋相对的经历 只挑了重点回答 怎么没告诉 医生打给你 你不是说人家是诈骗电话吗 舒一威显然没想到 我听到了当时电话的内容 眼神闪躲了一下 但随即有眉微醋 则被道 你是在怪我吗 我明明问过你出没出门呢 你说你没出 后面突然有电话 说你出车祸了 我当然会以为是诈骗电话 舒一威说得理直气壮 好像一切全是我的错 而不是自己爽约在先 倒打一耙 是我们争执时 她惯用的伎俩 以前我愿意惯着 现在却不想了 我轻声反问 是不是诈骗 你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 舒一威哑了一瞬 但紧接着又高声道 都说了我那回再忙 忙完之后 我不是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是你自己不接的 明明已经没事了 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报平安 害得我担心了一晚上 卓然 你真是一点都不知道 心疼人舒一威与其咄咄逼人 我实在没心情和她掰扯 疲惫地问 你来这就是为了和我吵架的吗 如果是 那等我出院吧 我现在很累 不想和你吵 说完我闭上眼睛 一副送客的模样 本以为以舒一威的性子 一定转身就走 却听见她靠近的声音 她走到我床边 身上的香水味扑面而来 我想到这香水的由来 不由一阵恶心 不舒服 要不要帮你叫医生 舒一威伸手在我额头上贴了一下 被我避开了 她愣愣看着自己的手 似乎没想到 我竟然会拒绝她的接近 我打发她道 没事的话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没问题 舒一威进了半场 声音突然软下来 别闹别扭了 灼然 其实我 没有闹 我打断她 你不是挺忙的吗 去忙吧 已经忙完了 现在来照顾你 毕竟我们还是夫妻 我不会不管你的 舒一威自顾自的说着 将带来的东西 放在床头柜上 看起来没有要走的意思 往常我敢对舒一威这种态度 她早就不耐烦了 今天却像吃错药似的 非要留下来 搞得我十分不自在 你还没吃东西吧 我特意给你带了海鲜粥 吃点 见我摇头拒绝 舒一威不乐意了 你能不能别耍性子 你不是最爱喝海鲜粥吗 她从碗里咬了一勺粥 非要味到我嘴里 我直接挥手推开了 来回几次后 舒一威把碗重重一放 拿着包就走了 看吧 我就知道 她对我的温柔维持不了三分钟 和面对宋轩或成紫阳时 那种发自内心的耐心完全不同 事实上爱吃海鲜的从来不是我 是舒一威 以前我爱她 什么事都顺着她 她喜欢吃海鲜 我就每次都陪她 从来没提起过自己会过敏 她吃下我包壳 吃些我拆肉 还要装作自己很喜欢吃的样子 不忍心扫她的心 每次陪她吃完 再背着她去吃过敏药 可舒一威从来没发现过我的一场 还以为我和她一样喜欢吃海鲜 但人总会累 如今我已经不想再委屈自己 去照顾她的情绪了 我拿起那碗海鲜粥 没什么情绪地丢进了垃圾桶 收回手的时候 忽然看见手上的婚件 我将她摘了下来 随手丢在一旁 打算找个合适的时间 找舒一威摊牌离婚 在医院又住了几天 舒一威没再来过 我也没联系她 倒是月月经常过来串门看我 一来二去我们便熟悉起来 交换了联系方式 医生通知可以出院时 我没告诉舒一威 收拾好东西便禁止回了家 没想到刚打开门 就看见程紫阳只穿着一条内裤 从浴室里走出来 和我接接试试打了的照面 你怎么在我家 卓先生回来了 我们同时开口 我带着怒气 程紫阳却依附云淡风轻的样子 完全不觉得自己穿成这样 出现在我家 是件多么离谱的事情 说先生 我知道你急 但你先别急 是舒小姐叫我来的 是这样的 程紫阳拿着毛巾 一边擦水一边解释 我住的公寓附近 煮水管爆了 要停几天的水 舒小姐说 我可以在这边暂住几天 等修好了再回去 我定睛一看 这狗笔用的还是我的洗脸精 顿时心头一阵鬼火起 劈手就把毛巾夺了过来 怒道 谁准你动我东西的 程紫阳被我动作带到 亮呛了下 咚的一声摔倒在地 立刻痛呼起来 我冷眼旁观 正想看他要玩什么花样 舒一威忽然从卧室里跑了出来 手上还拿着一套我的居家服 怎么了紫阳 舒一威喊着 视线忽然和我对上 他愣了一下 卓然 你出院了 怎么也不给我说一声 说一声 说一声让你提前把小情人藏好吗 我指了指地上的人 舒一威见状立刻柳梅倒数 不分青红皂白 对着我劈头就骂 你有病啊 有事好好说不行吗 怎么还动起手打人了 我和紫阳清清白白 你乱说什么呢 我拿打他了 他自己摔的 这也要怪我 我攥着毛巾 只觉得一切荒谬无比 还有 你凭什么未经我允许 随便让陌生人来家里住 紫阳感冒一直没好 又赶上公寓停水 我让他来住几天又怎么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 人是我花重金挖来的 我总得负责吧 他人在他乡 又没个亲朋好友的 你将心比心理解一下 有这么难 称紫阳躺在地上劝他 算了阿威 你别怪卓先生 是我不会说话 让卓先生生气了 这本来就是你们的家 他介意也是正常的 我这就离开 他说着站起来 一瘸一拐走了两步 书一威赶紧拉住他 摔拿了 脚好像崴到了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打车去酒店 你好好哄哄卓先生 别因为我闹不愉快 去什么酒店 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 有我在好歹有个照应 你就安心在这住着 家里客房那么多 闲置着也浪费了 我看着两人拉拉扯扯 觉得挺好笑 也就真的笑了出来 卓然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我无视书一威的表情 继续道 今天是我的错 是我回来的不是时候 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我转头看向程紫阳 你也别走了 我去酒店住 给您二位疼位置 说完我不再看他们 扭头转身就走 卓然 书一威追了出来 一把拉住我的袖口 你说什么气话 才出院 别折腾了 赶快进屋休息 程紫阳跟着一绝一拐地走出来 是啊卓先生 留下来吧 阿威特意给我熬了汤 我一个人也喝不完 你留下来一起啊 我停下脚步 反身往回走 程紫阳似乎没想到 我真往回走了 表情扭曲了一下 又很快调整过来 回来就对了 阿威说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下厨 要是没喝完浪费了 那不是辜负了他一番好 他还没说完 已经被我一拳砸在了脸上 书一威惊呼一声 冲上来的时候 我已经收了手 转头对他道 看清楚 这才叫打人 或许是我的神情太可怕 书一威扶着程紫阳 第一次没冲我发脾气 颤着身问我 卓然 你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搭理他 只丢下一句抽个时间 我们去把婚礼了后 转身离开 我本来没有决定 今天就向书一威体离婚的 在我的计划里 我们至少应该先坐下来 好好谈谈 签一份正式的协议 给这七年的婚姻 画上句号后再好句好散 但今天气性上头 发现话一旦说出口 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乘坐电梯直达一楼 叫箱门刚一打开 就看见书一威的身影 从另一部电梯里出来 她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还穿着居家服 看得出来是紧追着我下来的 卓然 你什么意思 你说要和我离婚 认真的 书一威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是书一威的声音 一下尖锐起来 你有没有搞错 当初是你非要娶我 还逼我分手 现在你说要和我离婚 你当我是什么 你想玩就玩 想甩就甩的吗 要离婚也该是我先提 我才是受害者 你有什么资格先提 是 我错了 我不该为了一己私欲 逼你分手 我向你道歉 行吧 我顺着书一威的话 向她道歉 她的脸色却并没有好起来 反而越来越难看 我有小只仪礼 反正你也不爱我 七年了 我也不奢望什么了 我看你和那小白脸 相处得挺和谐 我知道你也心动 所以我放你自由 你去圆你青春的遗憾 不挺好的吗 至于耽误你这七年 你夺走我公司 也算我付出代价了吧 书一威急切地打断我 我都说过了 我和程紫阳轻轻白白 你为什么就揪着这点不放呢 她依附我误会了 她的委屈模样 眼眶都红了 轻轻白白是吧 是 书一威点头 反问我 我要真和她有什么 我能把人家家里来 我这么做 不是正说明了 我内心坦荡吗 好一个坦荡 我想起程紫阳 只穿条内裤 从我家预示出来的样子 倒确实够坦荡的 我把目光转向书一威 行 那我给你个机会 你现在上去 当着程紫阳的面 把她开除了 让她哪来的回哪去 我就相信你和她清清白白 书一威连犹豫都没有 立刻反驳我道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紫阳的业务能力很强 而且劳动合同都签了 她又没在工作上犯错 我怎么可能开她 你讲不讲道理 行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退了一步 那你上去让她立刻从我家滚出去 这样的条件总不算无理了吧 书一威不赞同的皱眉 卓然 你能不能别和我闹了 你为什么就非要揪着程紫阳不放呢 我自嘲的摇摇头 没再提任何要求 其实我这么说之前 就差不多已经遇见结果了 书一威也确实没让我失望 反应和我想的几乎一样 瞧她这回互称紫阳的样子 就算是个傻子 也能看得出来她的特殊对待 唯一让我费解的是 书一威看起好像一副 不愿意离婚的样子 起了怪了 她不是应该很期待离婚的吗 思来想去 我也只能猜测 她是不甘心 由我先提出来离婚甩的她 但不管她怎么想 这婚我肯定是离定了 如果书一威不愿意协议离婚 那我就只能考虑和她诉讼离婚了 思极此 我不打算再站在这里 和书一威做无意义的纠缠 正抬脚准备离开 却再次被书一威抓住了 她看了我一眼 像是纠结很久 终于下定决心 咬牙道 和我回家 我让她走 我愣了片刻 就这么一晃神 便被书一威拉着进了电梯 我看着屏幕上不断上升的楼层 心情挺复杂 没想到书一威竟然也有选我的一天 只可惜 我好像并没觉得有多开心 我对她的爱意 似乎在日复一日的践踏护士中 被消磨干净了 成紫阳的出现 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至于为什么还跟着书一威上来 大概是因为我还是想亲眼见证一下 那小白脸被书一威赶走时 精彩分成的表情吧 我承认 我就是看她不顺眼 即便我已经决定放手成全书一威 但不妨碍 我还是想看着小白脸吃鞭 电梯很快到达我家那层 书一威像是生怕我突然跑了 拉着我的手走到门前 你放开 我又不走 我不耐烦往回抽手 书一威却不肯松 书一威一边开门一边喊 紫阳 有件事情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你能不能先 我听着她这客气的措辞 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门开后 室内一片寂静 没看到成紫阳的身影 书一威神色微变 焦急地喊了几声成紫阳的名字 发现客厅地上到着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一把甩开 刚刚还紧抓着不放的我的手 冲了过去 紫阳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在书一威一声声呼喊中 成紫阳悠悠醒过来 虚弱道 阿威 你怎么回来了 何卓先生说开了吗 哎 都怪我不好 别说这些了 你哪不舒服 怎么突然晕了 书一威完全忘记了带我上来的目的 焦急询问着成紫阳 阿威晾在一边 我也不清楚 你下楼后 我说找点东西冰赴一下脸 不知怎么的 就失去意识了成紫阳摸了一把 刚刚被我揍肿的脸 一副又要晕过去的样子 书一威转头看了我一眼 则被道 你下手怎么这么重 我冷眼看着两人 催促书一威 不是说上来让他从我家滚出去的吗 怎么还不说 你再不赶他走 我就当你默认和他不清不白了书一威文言 眼睛一下瞪老大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卓然 你还有没有点人性 他都快晕过去了 你竟然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你到底有没有同理性 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路上看到陌生人晕倒都会帮忙 怎么对紫阳就这么冷漠 算了 我现在没空和你掰扯 书一威不再理我 手指颤抖着拨打120 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 救护车在书一威的再三催促下 很快就来了 上来的白大褂检查后 有些欲言又止 委婉劝道 病人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轻微低血糖 在家静养即可 不行 你看他脸色好差 而且他刚刚受伤了 万一引起脑震荡怎么办 还是麻烦你们 把他送到医院 仔细检查一下 我听着这句话 觉得实在可笑 书一威还真是抬举我 觉得我一个刚出院的病号 能一拳把这人母狗样的小白脸 打出脑震荡 我心里到底是不舒服 忍不住嘲到 书一威我真挺好奇 你到底是看上他哪了 就因为这副皮囊吗 我讽刺的笑了一声 那你还真是挺长情 对这个替身都能那么投入 你能不能别这么刻薄 这都什么时候了 人命关天 你却在这里纠结 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乘紫阳挣扎两下 半坐起来 书一威赶紧扶住他 让他靠在自己身上 阿威 你别和卓先生吵了 我休息一下就好 听医生的建议吧 一会我就出去找住处 我不想再因为 我让你们之间发生矛盾了 乘紫阳嘴上这样说着 身子倒是靠在书一威怀里 一动不动 一副虚弱的要死的样子 书一威哪里受得了他这样 对着我丢下一句 在家等我回来 就催促救护人员 把人送上车 跟着一起去了医院 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自嘲的摇了摇头 本来是想看那小白脸笑话的 没想到书一威再次 把我变成了笑话 我也真是不长畸形 既然一次又一次 对书一威生出不该有的期待 称紫阳装云装的 医护人员都看不下去了 书一威居然还真信了 紧张成那样 我这个丈夫 或真驾驶出车 或受了伤都没见他有多心疼 要说我内心毫无波澜 是不可能的 我没有留在家里等书一威 转头去了酒吧 点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啤酒养酒 正准备借酒交仇时 一只修长的手却从旁伸出 一把夺走了我的酒杯 谁啊 找声吗 我有些恼怒的转头 没想到对上一副熟悉的面孔 月月将从我手中抢走的酒杯 放到一旁 处我微微笑了笑 好巧 你怎么在这 我有些诧异 又有些惊喜 闺蜜喝多了 打电话让我来接她 结果刚进门就看到你 月月目光在桌面上一走 点这么多 不怕喝醉啊 医生不是提醒你这段时间 要注意忌口吗 我没接话 只是叹了口气 心情不好 月月问我 是有点我没掩饰 直接承认下来 那我陪你 她没再多问 静止在我旁边坐下 招呼服务员多上了个杯子 我差一看她一眼 你不是还要送闺蜜吗 我发信息给她男朋友了 让她来接人 月月举杯和我碰了一下 先说好 她们的心情好了不少 也没了借酒交愁的想法 我们聊了一会 我的手机忽然想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舒一威 看来是安顿完那小白脸 终于想起来 还有我这个形同虚设的老公了 我没搭理 直接挂断了来电 舒一威就像是非要叫这个劲 不停地打过来 我干脆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我本以为舒一威会就此作罢 毕竟她一向是个骄傲的人 拉不下这个脸一直找我 但这次我却失算了 半个小时后 月月起身告辞 我看着时间还早 又在位子上坐了一会 没想到又过了十分钟 舒一威出现在了酒吧门口 她左顾右盼 发现我之后静止走了过来 看得出来她挺不高兴 但还是压着情绪 问我 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 电话也不接 你到底 舒一威说着 视线忽然落在了 刚刚月月用过的杯子上 她一把拿起酒杯 在发现上面的口红印后 声音尖锐起来 你刚刚在和哪个女人喝酒 你提离婚是不是因为她 我本想解释 却被舒一威打断 她自顾自地说 我就知道一定是你变心了 不然怎么可能会主动要和我离婚 比我嫁给你的时候说得那么好听 说会一辈子对我好 现在玩你了转头就想甩了我 若然 你想得美 舒一威总是这样 擅自将自己想象的内容 当成事实扣在我的头上 以往我肯定会距离力争地分辨几句 但如今都准备要离婚了 我也懒得多费口舌了 反正我在舒一威眼里的形象就没好过 随便她怎么想吧 我沉默地看着舒一威吵闹 觉得眼前人和我记忆里甜美可爱的青梅 简直盼若两人 再也找不到当初对她心动的那种感觉 你说句话啊 怎么 敢做不敢认吗 随便你怎么想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 没再搭理舒一威 她愣了一下 主动跟在我身后 我走到外面随手来了一辆低势 舒一威按住我拉车门的手 你要去哪 我转身认认真真 把人从头到脚打量一遍 问她 舒一威 你现在是用什么身份来管我 舒一威杨梅 我是你老婆 我不能管你 我老婆 我反问她 我老婆在我车祸的时候 挂一声电话照顾外人 我老婆随便让别的男人住进我家 我老婆难忘初恋 和一个长相相似的人纠缠不清 说完我深吸一口气 忍不住嘲讽道 你还真是我的好老婆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探头道 而且我已经说过了 我要和你离婚 听不懂 你说离就离 我偏不 舒一威眼急手快 也跟着钻进了车子 我看着她纠缠不休 着实有些头疼 去哪 司机问 我报出酒店的地址 舒一威报了家里的地址 司机为难地看着我俩 眼见舒一威一副要哭不哭的模样 司机劝道 你个大男人就别和老婆计较了 有什么事回家说吧 说完便往我家的方向开 到家后 我发现家里似乎比离开前整洁了不少 没了那小白脸的痕迹 舒一威解释道 我请家正打扫过了 还让人做了宵夜 本来想和你好好聊聊的 结果回来就没见你 我站着不动 他拉我走到饭桌旁 你刚出院 得补补舒一威很少这么心平气和地和我说话 我也确实饿了 便拿起碗筷吃了起来 没吃两口 舒一威忽然皱起了眉头 他盯着我的左手 声音有一丝慌张 拙然 你的婚戒呢 他起身走到我身边 抓着我的手又问了一遍 我们的结婚戒指呢 不想戴 就摘到了我抽回手 平静地回答 自从我和舒一威结婚后 他基本没主动戴过婚戒 也秀于对外人展示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 从不乐意向他的亲戚朋友介绍我这个老公 倒是我 直到那天在医院把戒指摘下来前 都一直好好地戴着 那是我们的结婚戒指 你怎么能说不戴就不戴了 舒一威生气道 面对舒一威的质问 我只觉得好笑 她自己都做不到的事 凭什么又要求我必须一直戴着 她可以做天做的践踏我真心 我难道就非得像个舔狗一样一直守着吗 你把戒指放哪了 找出来重新戴上好不好 舒一威用一种商量的语气和我说 不知道 可能掉了 再说 也没那个必要了吧 我随口一回 并不在乎舒一威周边的表情 她看我良久 眼圈忽然红了 卓然 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舒一威双节颤动 呼吸急促 委屈到极点的表情 却仍然没能打动我 我一直是这样的 但以前我爱你 所以愿意迁救你 捧着你 现在不爱了 也就不在乎了 后半句我没说出来 但舒一威明显能理解我的意思 她没再说话 沉默了一会 开口问我 你是不是铁了心要离婚 嗯 我点头 李乐对你我都好 你也可以光明正大和程紫阳在一起 你那么喜欢她 总不希望她是个小三的身份吧 舒一威失声否认 都说了我没有喜欢她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 我承认 我确实因为她长得像宋轩 对她有些特殊 毕竟那是我初恋 人对初恋都会有遗憾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非要因为这个就离婚吗 我反问她 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初恋 分开那么多年了还念念不忘 遇到个像她的就特殊对待 换你你能理解吗 舒一威骤然沉默了 良久底气不足的开口 可是我和她分开 是你导致的啊 虽然我毫不意外 舒一威会这么说 但真听到了还是有些心凉 深吸一口气 我倒出了一直没说出口的真相 当年逼你分手 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宋轩他出轨赌博 又欠着外债 你心思单纯 我不忍心看你上当 才借着帮你家的契机 让你分手舒一威猛的抬眼看我 茫然的摇头难难道 不可能 我不相信宋轩不是这种人 你不信也没关系 我也不是非得要你相信 只是既然马上要离婚了 有些事情还是要说个清楚 不该我背的锅 我就不背了 其实有些东西 只要你愿意花点时间去调查一下 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舒一威近了片刻 颤抖着声音问我 我把公司还给你 再把橙子扬开了 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 完了 我态度坚决 公司就当我对你的补偿 但这婚姻确实没有继续的必要了 可是 舒一威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我怀孕了 她泪眼婆娑的看着我 拉着我的手放在肚子上 你知道的 我是不应运体制 我们要是离婚 我就只能去把孩子打掉 也许以后都不一定能在怀上啊 你真的忍心吗 这也是你的孩子啊 我的心颤了一下 舒一威看出了我的动摇 将我的手钻得更紧 有说到 就算要离婚 能不能等孩子长大再丽 这也许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孩子了 求你了 然哥本来坚定的决心 被这声然哥搅得心翻意乱 这是舒一威年少时叫我的称呼 自从我逼她结婚后 她心里记恨我 再也不肯这么叫我了 思考良久 我放下碗筷站起身来 舒一威立刻抓住我的袖子 紧张道 你去哪 我丢下一句去洗漱休息 假装没看到舒一威 明显变得欣喜的表情 自顾的洗漱去了 舒一威很懂得见好就收 发现我虽然嘴上不说 但行动上退了一步 她也没在步步紧闭 追问我离不离婚的事情 洗漱后 我不愿进主卧 就挑了间闲置的客房 打算休息一晚再说 躺在床上思绪纷繁 好不容易有了睡意 忽然感觉身侧一沉 有人摸黑躺了上来 接着一双纤细的手 搂住了我的腰 舒一威用身子紧贴着我 暧昧地磨蹭起来 我愣了一下 一把把人推开 暗亮了台灯 昏黄的灯光里 舒一威穿着一条 性感的蕾丝睡裙 身材曼妙绝伦 以往我如果看到这样一幕 一定控制不了自己 毕竟这条裙子 我之前一直想看她穿 她却总是拒绝 没想到如今她真的穿上了 我却一醒来衫 直接对着她下了逐客令 这么晚别折腾了 回去睡吧 舒一威有些狼狈地看着我 似乎没想到 自己主动投怀送抱 会被我无情拒绝 毕竟她以前挺不耐烦 和我亲热的 每次都对我求着哄着 才肯施舍一样的同意 劳工 舒一威伸手撩起半截裙摆 用撒娇的语气问我 真的不想骂 可能是心态变了 我不仅没被撩拨到 反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眼见她又准备贴上来 我立刻提醒道 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亲热 孩子不想要了 舒一威善善停下来 却不肯回主卧睡觉 非要和我睡在一处 我不胜其烦 干脆站起来 直接到书房去睡了 舒一威的主动 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的晚上 来天我因为有事出门了一趟 舒一威发信息说 给我准备了惊喜 一直催促我回家 到家后 她便迫不及待挽着我 把我带去了饭厅 饭厅被特意收拾过了 桌子上摆放着鲜花蜡烛 布置成烛光晚餐的样子 老公 这一桌都是我做的 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晚餐 我们结婚纪念日 不是没过程吗 现在补过一个也不晚 她拉着我要入席 我看着桌上的菜 头疼拒绝了 舒一威 你真的不用勉强自己做这些 婚我可以为了孩子 暂时不合你力 但不代表我们之间的感情 还能回到当初 感情没了就是没了 不是后期弥补 就能再生出来的 或许我实在是太软硬不吃 舒一威脸上的笑容 有些挂不住 她从昨晚主动到现在 我一直没给过她好脸色 像她这样在我面前 强势惯了的人 会受不了也挺正常 不过才大半天而已 她都已经受不了了 我被这样的对待 可是从婚后到现在 整整持续了七年 我正开舒一威的手 淡淡道 你吃吧 我去下碗面 舒一威深吸一口气 似乎在努力压情绪 但笑容已经十分勉强了 不管怎么说 还是尝尝吧 这可是我第一次正经下厨 做都做了 多少吃点呀 老公舒一威 把手伸到我面前 上面贴着一个窗壳贴 她面露委屈道 你看 为了做饭我都受伤了 我停下脚步 决定把情况说清楚 舒一威 我指了指桌上丰盛的佳肴 你知不知道 我其实海鲜过敏 舒一威一下惊讶地 瞪大了双眼 不可能 你明明经常陪我 我打断她 但凡你有一点关心我 都能发现 每次我陪你吃完海鲜后 身上都会起红疹 但我怕扫你信从来没说过 只是事后补吃抗过敏药 这七年你吃了多少次海鲜 我背地里就过敏了多少次 怕舒一威不信 我直接拉开家里的药箱 向她展示 你看 这些全是我准备的抗过敏药 舒一威看看我 又看看自己准备的一桌子海鲜 一下白了脸 老公 我 别叫那么亲热 像你平时那样 喊我名字就行 我转身走向厨房 打算弄点自己能吃的 舒一威脸色红了又白 像是想起了什么 忽然向卧室跑去 我正下这面 舒一威走到我面前 手里多了一个小盒子 她把东西递过来 见我没反应 干脆直接自己打开了 盒子里躺着一枚戒指 和我丢掉的婚戒 乍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 我找店家家急定着我们的戒指 你那没不是掉了吗 以后就戴这个吧 你看 我也把我这没戴上了 多般配啊舒一威说着 就来拉我的手 想要把戒指套上来 我放下挑面的筷子挥开它 无奈道 我不戴 都说了 你不用搞这些 你再这样 我就搬出去住了 舒一威握着戒指盒 眼圈越来越红 我将煮好的面端上餐桌 她也意不意去地跟过来 坐在我面前一言不发 啪哒啪哒掉起了眼泪 别哭了 我头疼到 舒一威向我望了过来 似乎以为我要安慰她 我却说 你这么哭 影响我吃饭 舒一威闻言 不可置信地抬头看我 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 如此楚楚可怜 我无动于衷 继续缩着面 舒一威呆呆坐了一会 忽然起身夺门而出 我没有顾问她去哪 她也没有告诉我 第二天我约了人 在咖啡馆谈室 没想到是到临头 对方去放了我鸽子 约我改日在谈 我正打算离开 背后卡座里 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我偏头从装饰的 绿纸缝隙中看过去 竟是舒一威和她的闺蜜在聊天 原来昨晚她是去她闺蜜那了 我没打算露面 但才刚起身要走 就听见舒一威的闺蜜的声音 那后续你打算怎么办 就这么骗你老公一辈子啊 我顿生警觉 停下脚步又坐了回去 舒一威没有见话她闺蜜继续道 要我说她都不想过了 你也干脆点离了吧 你不是本来就怨恨她 逼你嫁给她吗 我不想离 舒一威抢过话头 我原本也以为我挺讨厌卓然的 可她真不要我了 我又觉得很难受 我想我其实早就喜欢上她了 那城紫阳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和她斗了吗 我不知道 舒一威的声音有些茫然 那晚竹然给我说了宋轩的往事 我现在看到紫阳 其实心里挺有疙瘩的 毕竟她和宋轩那么像 但你让我和她断了 我好像也有点舍不得我越听火越大 原本以为自己早就不会和舒一威一般见识了 但面对她这寄要又要的发言时 我发现自己还是差点控制不住情绪 还敢给我说她和那小白脸清清白白 狗屁的清白 我深吸一口气 希望自己冷静 不成想却听到了更劲爆的话 舒一威的闺蜜说 你连肚子里的小孩是谁的都不清楚 就算骗得了你老公一时也骗不了一世 卓然要是发现了 你的处境不是更难堪 我没有办法 万一这孩子就是卓然的呢 一半的几率 我想赌赌 他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只要这个孩子是他的 他不会不管他闺蜜探道 你也真是糊涂 和程紫阳暧昧暧昧就算了 怎么真就和他睡了呢 现在搞得自己这么难 舒一威沉默片刻 坚定道 我其实不后悔和他睡 宋轩就算再不好也是我初恋 我和他之间的遗憾在程紫阳身上找回来了 对我而言也算是一种圆满 听到这里 我再也忍受不了 我豁得起身 急不走到两人的卡座前 舒一威在看到我的瞬间 立刻花容失色 脸上血色退了下去 老 老公 你怎么在这 他嘴唇咄咄嗦嗦 你都听到了 别喊我老公 我嫌脏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舒一威哀求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必了 我一把把他拉起来 和我去明镇局离婚 现在就去 到了明镇局 舒一威却怎么样也不肯配合 我懒得和他废话 转头提起离婚诉讼 并且提交了感情破裂的证据 开庭那天 我和舒一威在法院外碰了面 见到我时 他笑得挺气凉 摸着肚子问我 若然 要是真判离婚了 这孩子怎么办 我冷漠道 你自己看着办 这孩子有一半的概率是你的 你真就这么狠心 狠心的不是我 是你非要作死 我不再理会舒一威 在律师的催促下走进法庭 法院最终做了离婚的判决 可舒一威却并不死心 又来找了我几次 陪舒一威一起去做了胎儿的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 小孩不是我的 孩子的事情沉来落定后 我搬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城市 又过了三个月 我从共同朋友的朋友圈里 看到了舒一威和程紫阳结婚的现场照片 画面里舒一威笑得挺勉强 宽松款式的婚纱都有些遮掩不住肚子 程紫阳倒是一脸扬眉吐气 意气风发的样子 我淡定地刷过这条 甚至在评论区留下了一个赞 那之后我便没再听到过舒一威的任何消息 我开始白手起家 重操就业 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创业中 因为路程遥远 亲戚朋友都很少来这边看我 反倒是月月每月都要来上几次 每次都大包小包给我带不少东西 说我人在一厢怕我孤单 总是约我吃饭聊天 我问她怎么经常来这边 她笑着说是出差 可我知道 其实她的工作根本不用出差 我不迟钝 知道月月对我有意思 但因为和舒一威那段失败的婚姻 我不敢再对感情有期待 因此从来没有回应过她 时间一晃过去一年 再次意外得知舒一威的近况 是在一次商务宴请上 推杯换展间 有人说起了业内某某公司破产的新闻 我隐约觉得有些耳熟 片刻后想起来 那不正是舒一威家的公司 有好事者问起破产原因 便有人用看笑话的语气讲 说是被招进去的入赘女婿霍霍了 那人喝了一口酒 继续八卦道 舒家自从招了那个姓成的职业经理人入赘后 就一举不振了 那孙子看起来从业经历挺唬人 实际上学历和资历都是造假造出来的 据说是个惯犯 可惜了舒家那个如花思域的女儿 听说现在想离婚都离不了 真惨啊 众人一番交流感叹 我并未参与其中 卧了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感叹地打了个歌 一个夕阳很美的傍晚 月月再次飞到了我所在的城市 她一落地就联系我 说要请我吃饭 我欣然应下 饭后我和她并肩在公园散步 我们走得太近 手被碰到又分开 我好像久违的 又有了心动的感觉 站在人工湖岸欣赏落日时 月月忽然递给我一张封面精美的纸 我看着上面的文字 明知故问 这是什么 情书啊 她笑了起来 学生时代拒绝了我一次 这次可不许了 月月说得云淡风轻 但我明显能察觉到 她的紧张和忐忑 我偏头 发现她脸颊浮起薄红 煞是可爱 我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内心 郑重把书信接过 趁人不备将其搂进怀里笑着说 情书归我 你也归我了 全文完